中指收勒力行賽中型兄弟 迎戰速敵樂天桃園 這次黃山軍下半季首戰 由王牌德寶拉打頭陣 上半季的冠軍樂天 則是推派狂威應戰 開賽萌上打線率先出擊 開路線崩王威城敲出了安打 藍營倫和不畏的陳陳威 都沒能快速籃下回傳 黃山隊長靠近小春 輕鬆戰勝三壘 基本上給威城三壘安打 蔣昆宇也很有效率 敲出安打馬上幫球隊 先持得點 接下來黃威控球要不穩 連丟兩個寶送 骨手搭檔炎紅軍的傳球失誤也很傷 弗萊斯的安打繼續比當 中信兄弟四分大局豪邁的收盡口袋 二局黃山軍攻勢在齊 第三棒中心放肆的陳文傑沒有鬧虧 事實一擊幫球隊在下一城來到5比0 黃威這戰的狀況不是太好 不過快樂寶拉前五局7K 50分的精彩表現 來到第六局卻明顯的球位下滑 樂天五至安打串聯追回三分 也把中信的大魔王給打退場 今天沒能完成六局透球任務 截體的小黑吳俊瑋也沒能踩住煞車 陳俊秀安打一棒扳平 下手更狠的是小胖林童玉 三分打點全力打的重傷害 比數瞬間來到8比5樂天反超 前局下半越東華回進了一發洋拳炮 幫主場球迷提振士氣 不過說到氣八局上陳俊秀被主神拉掉 吞三陣更止氣 打擊教練頭更是怒氣滿點 衝出來和主神理論 成為比賽後段的小插曲 中場樂廳桃園就靠著關鍵的八分大局 8比6踢館擊敗黃山軍 下半季進仗二連勝 來聽台商場洪化軍 綜合報導